而且现在它们已经是一个物体了 蓝粒面和锡粒面除了我们现在的屋顶以外 基本的墙体和结构都已经绘制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将它们的模型进行成组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将我们的线段进行一个隐藏 Shift S 然后将所有的集合体成组 对它添加一个层的管理 蓝粒面和锡粒面的模型 然后对它们进行一个隐藏 还是同样的将勾选到我们的标准层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线进行取消隐藏 Shift加S 然后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视图切换到我们现在要建的北粒面和东粒面 然后将蓝粒面和西粒面进行隐藏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建北粒面 我们接着来绘制北粒面 在这里我们先绘制这边的墙体 我们在粒面上观察到窗户的两侧有柱子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来进行观察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它的柱子是突出在墙面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在顶视图上来画 在画的时候要避开刚刚我们画过的西粒面的墙体 不要让它们重面 然后将位置摆对好 对它进行一个高度的挤出 在这里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同样的我们可以用圆来进行测量 三米四六 然后在顶视图上再来绘制右边的正面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直接对它进行一个 关联复制来进行就可以了 然后来更换它们的材质 接着我们来补它的上面的墙体和它下面的墙体 然后将窗洞的位置留出来 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在绘制的时候我们要将窗套的位置留出来 对它进行挤出墙体的厚度250 更改材质 然后我们来绘制它的窗套 对它进行扫描 对它进行扫描 窗套套 窗套绘制好了之后 直接给它更改材质 然后来绘制窗框和玻璃 接着我们把门移给结合 这样我们就会绘制下来 好 这就是这样的光顶 好 好 统一绘制 绘制好了之后 直接挤出50 对起墙体的中心 然后统一来画小的 创况 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的线出现弯曲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点选中 对它进行转化为脚点的操作 这样弯曲的线就会变得笔直 然后直接对它进行扫描 同样的 对起窗框的中心 更改材质 然后我们来绘制玻璃 对起小窗框的中心 附加玻璃的材质 这边的正面墙我们就已经基本建好 接着我们可以再来建 左边的这边 建好之后我们再来建中间的门 在这里是一个车库的入口 首先我们同样的先来绘制墙体 将门的位置留出来 然后开窗洞 再在顶视图上来摆对它们的位置和调整点 对它进行挤出 更换材质 更换材质 挥着窗套 然后挥着窗框和玻璃 就没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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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来绘制玻璃 直接挤出5毫米 对其余小窗框的中心 更改材质 顶视图上进行一下观察 然后我们再来建这边的车库入口 在这里同样的车库的门也有门套 我们先来绘制它的门套 对它进行挤出 更改材质 然后再来绘制它的车库的门 扫描一下 调整点的位置 对其墙体中心 在这里可以重新更改一下材质 然后再在里面绘制一个板 同样的给它车库门的材质 这样我们就能看出它有一些进退关系 这个门到时候再来赋予它车库门的材质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中间的这扇带门的墙体 我们将它转化为我们的线框显示 将门动的位置进行流出来 然后在顶视图上来摆对一下位置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墙体厚度250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它的材质 没有标注 同样的那我们就给它一层的文化石贴面 有了墙体之后 现在我们来建它的门和它门上面的窗户 给它进行挤出300 然后再来绘制门 挤出 这里我们可以挤出100 这边的我们可以复制一个进行调整 这边的团式体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不挤出一个线框 就像是在这边所表现 再来绘制门的型双手 这边就绘制门了 我们可以挤出1个角度 这边还看着很多 的钙 然后更换一下材质 可以给它门的材质 然后绘制一块门板 对区域门框 更改材质 将它们的位置摆放好 然后来绘制门上面的窗户 然后来绘制一块门的窗户 不停止 对齐于墙体的中心 绘制玻璃 进行挤出 对齐于窗框 更改材质 这样这面墙和门就已经做好了 接着我们再来做它的门头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来绘制柱子 同样的我们只绘制它的二分之一 然后对它进行扫描 或是车销都可以 为它添加弧形 对它的点进行调整 将所有的点选中进行焊接 然后我们可以在顶式图上来绘制一下柱子的一个大小 前世图也可以进行绘制 我们先可以测量一下它的一个大小 400x400的正方体 我们可以在顶式图上 我们可以在顶式图上绘制一个 400x400的矩形 对它进行扫描 好 失去剖面 翻转一下它的轴 调整一下中心的大小 在这里同样的我们可以进入它的可编辑样条线 对它的路径进行更改 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启终极显示 然后将位置摆对好 可以直接复制一个到右边 这样 门头的两根柱子 我们就已经绘制好了 为它附加材质 然后我们来做一下它的门头上的一些造型 然后我们来做一下它的门头上的一些造型